欢迎收看1500整点新闻 我是浩婷 一起来关心振兴五倍券 那么现在行政院已经有个日期了 10月份要推五倍券 而且力拼数位化 有两个重点您可以来思考 就是不用花自己的钱 就可以拿到五倍券 那另外不满15岁的国人 也就是可能是青少年或是孩童 这一次也可以跟爸妈绑定 同一个账户领数位五倍券 付钱买票这是许多人 惯用的现金交易模式 行政院要拼数位化 10月份发放五倍券 你推出专属条码跟账户 行政院打算在数位五倍券里面 成立像这样子的独立QR Code 或是信用卡里面有独立账户 只要民众勾选之后 就不能再改回纸本 目前中央打算数位跟纸本一起推出 今年的数位五倍券 同样有信用卡 电子支付跟票证等方式 透过支付工具 另外设辨识图 方便商家跟消费者区别使用 预计也会推出更多优惠 吸引民众使用 而且15岁以下孩童 这一次也能领数位券 对我来讲我觉得比较好 大概用在补习费 直接就应该差不多了 也蛮方便的啊 日常生活的东西吧 家长们都说好 因为15岁以下孩童 之前只能领纸本 未来可以跟家长 共用一个户头 如果家里有三个未成年小孩 选择跟爸爸同一个账户 等于爸爸除了自己的五倍券 还会多出一万五千元 共有两万元 但小孩这笔钱要怎么用 就是小朋友的自己规划 就是请妈妈帮我投资 不然就是把它存起来 买东西的话 就是先买需要 然后再咱要的 我还小 所以我们会帮他决定 看他需要什么 最想买什么 小说吧 孩子想的总是跟父母不一样 期待十月荷包另类进账 政府鼓励用数位五倍券 少了硬制成本 也替国库多少省点钱 TVBS新闻 朱光宏丽敏台北报道 来看振兴五倍券 知道的就是要在疫情之后 振兴国内的消费力道 但是要不要让民众付一千元 来换五倍券 行政院跟立委们意见相左 特别关注的就是英系立委 频频发声 但是蔡总统却没有说话 所以现在外界质疑了 难道苏奎跟总统的关系 是不是变了掉 祝大家请人节快乐 行政院长苏贞昌 起席这天没分享自己怎么过节 到时宣布又有莫德纳疫苗要来了 必谈最近吵个不停的五倍券 因为五倍券现在 似乎不是苏贞昌能决定的 进户来吸收这一千块 五倍券 振兴券 直接发到人民 来带动经济发展 英系立委跳出来 又是喊话又是串联 要行政院打消之前 要民众拿一千块换券的想法 总统也没帮行政院说话 难道跟苏院长的关系走位了吗 据了解苏贞昌11号到总统官体 跟总统报告五倍券的规划 没想到总统似乎有不一样的想法 无意定案 随后还在终局会上讲了这句话 那我也特别拜托 我们的行政院在定案前 一定要做好沟通的工作 就是因为总统的这一句再沟通 让行政院长苏贞昌找来了 民党立委跟党团干部救个人 来到行政院针对五倍券 好好在沟通 先由行政院做报告 然后由立委们提出意见跟看法 很清楚当下并没有任何的决议 明明没做任何的决定 却在立委们出来后 行政院又放出九百万人 不用出一千块换五倍券的消息 让立委私下抱怨被拿来背书 第一时间就跳出来 要苏院长再想想 因其立委不再走党内体制沟通 反而诉诸自媒体喊话 相较于苏院长建招拆招的积极回应 按兵不动的蔡总统 有立委帮忙发声 似乎在五倍券这一局更胜一筹 TVB新闻的立审伟佳琪 台北采访报道 另外在疫情的最新掌握 要带你同步关心 指挥官陈时中宣布 今天新增两例的本土确诊 没有死亡个案 那么针对疫苗接种的空窗期 至少这个部分是确定的 我估自行采购的 二十四万九千六百剂的 莫德纳疫苗 今天下午就会抵达桃园机场 今天的一个确定病例 本土的病例两例 那境外移入有七例 那死亡的个案没有 那居住的县市 台北市跟新北市各一例 第六批采购的莫德纳的疫苗 二十四点九六万剂 大概他今天下午三点五十 会到桃园的国际机场 那今天我们这个也会赶快进行 我们的风签检验 那昨天打的疫苗 大概打了六万 六万多人次 那现在我们的疫苗人口涵盖率 到百分之三十九 那继续人口比达到百分之四十一点八一 这一批如果 解约风签都顺利的话 大概也要十天吧 大概能够如果尽量赶 大概也要 包括解冻的一个时间 分配时间 可能时间才能够解冻 我们再分配下去 也要一天多的一个时间 第一类的医护人员 那我们准备 让这个有直登的 那还有一些 等于就是说 在这里面有劳健保 相关在医疗院所里面的 相关的事大 不过我们现在准备要先调查 这个人数 才能做比较精确的分配 的确需要精确的分配 因为疫苗来 一直到了封肩检验 一直到了解冻这个部分 特别是莫德纳 至少要十天 那么现在疫苗短缺 双北的确在接种的空窗期 已经有十天了 像是国产的高端疫苗 明天上午十点开放预约 要到八月二十三号 开放接种 各县市毛租权力 拉高全国覆盖率 但想拼手上就是没疫苗 第五轮接种莫德纳 新北十二号抢先全打完 台北也是十三号就结束 其余四都最多只撑到十七号 下一轮高端还得等到二十三号 等于有五到十天 面临疫苗空窗期 北市副市长蔡炳坤 就在脸书发文 年长者期待要打第二剂 时间快到了 请关心他们 反观年轻人却留言 至今还排不到第一剂 怎么一直在关心 长者的第二剂 这十天的空窗期 实在很可惜 既要沾前 又要顾后的困境 造成年轻人和长者 强打的心结 已经浮上台面 他们本来就已经打了 所以他们应该是要继续打 这样打第一剂才有效益 会不会觉得一直等很 很担忧 有一点 我不想要等到最后打不到 没疫苗没办法 不用担心 不会啊 全世界都是这样啊 按年龄曾打 各国虽都如此 无奈全台面临的是疫苗荒 如何合理分配 让地方政府 倍感力不从心 好在十五号自购的 二十四点九万剂 莫德纳将抵台 量不多 但不无小补 只盼疫苗到货的 及时雨 能不断传来 好消息 特别的新闻连制 周圈台北报道 那么北高市长的心结 何时能解 带你来看的是台北市长 柯文哲 他批评 说中央疫苗预约系统乱掉 因为太过让 陈其迈出头 高雄市府有回应 说现在呢 高雄市长陈其迈 忙着看灾 没有空搭热气球 当然也无暇回应 政治口水 台北市长柯文哲 七夕请人节当天 道路也高台 参加热气球加年华 来到台东 好山好水 心情还是很难放松 脑子里面 想的都是疫苗政策 五倍劝 就连高雄市长陈其迈 也被他刀到 讲起疫苗预约系统 直接把大炮射向高雄 柯P炮轰 太过于让陈其迈出头 才会把系统搞乱掉 柯文哲 人在台东搭热气球 将怒火烧到高雄市长身上 但同一个时间 8月14日 陈其迈人却在部落勘查断桥 到山区慰问灾民 帮抢救工程人员打气 面对柯P的批评指教 高雄市府回应 没时间搭热气球升空 更无暇回应政治口水 关于疫苗政策 循中央规范跟其他县市都一样 没有资讯不一致 只有更用心贴心服务长辈 不太懂柯P在指什么 事隔一天 两位首长上午都没公开行程 没有再对此事回应 倒是对于人士认为 柯文哲说太让陈其迈出头 其实只是想来蹭高雄 TVBS新闻综合报导 透过及时的连线电影来关注新北市的疫情 今天有新增两例的本土确诊 当中一例就住在新北市 一起来听新北市长侯友宜的最新说明 虽然疫情看起来我们在稳定的控制底下 是查好的结果 那很多的相关的规定 中央有相对性的一个职业 那中央不开放的 新北市一定不会采取开放 那新北市就中央开放的部分 我们都会做好滚动式的检讨 我们只要查好的方向 该开放我们就会开放 所以一个礼拜一个礼拜 我们都会做好检讨 那这个礼拜都已经检讨过了 面对下一个礼拜的疫情 我们还是会不断的反复 疫情高高低低起起乎乎 不要因为一天零确诊 我们就认为说疫情一定是好 所以我们要看一个桌旗里面 所以下个礼拜我们再看疫情的状况 我们会再做好滚动式的检讨 另外是纾困方面 因为之前是有说 如果中央有确定一些 比较明确的方案的话 我们新北市就会跟进加码 那针对加码这一部分 有没有做一些讨论 有没有一些方向可以先跟民众说的 谢谢大家都非常关心 整个疫情 远近的时间 我们如何让经济快速的复苏 其实新北市面对最辛苦的 就是在我们底层工作 集成了辛苦的市民经济 这些市民经济在这一波 受到冲击最大 所以新北市一直希望中央能够快速的定案 只要中央快速的定案 新北市一定会加码 而且一定以市民的经济为主 希望中央在发现金或是振兴舰 武备舰的方式上 已经做了很多次反复的讨论了 我想时间是一个很重要的点 所以中央赶快定案 那我们地方其实已经做好了很多的相关的配套 只要中央一定案 新北市一定以市民经济为主着来加码 希望我们的基层经济能够因而复苏 所以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好 今天的疫情说明会就到这边 好 现在听到呢 就是新北市长侯余他说了 包括了像是在未来的纾困以及防疫措施 纾困加码部分就会以市民经济为主轴 那么持续的防疫 还有相关的这个疫调 也会持续的来进行 这个日期很多的国民党党员都记下来了 9月25号国民党党主席改选投票制 那么现在传出了国民党的终身带 要求江启臣华丽转身 就是叫他不要争取连任 但这个事情江启臣有自己的见解 江启臣回到台中回防大本营 自己选区要顾好 主席选战胜一个月又十天 江启臣台中顾票 而朱立伦则是基隆跑行程 各自抢票双方暗自就禁 不过下任主席面临选举挑战 大家就想问2022会蓝白河吗 江启臣之前跟柯文哲在议题上有合作 因此被解读 有可能跟民众党合作 而民众党则说 如果是朱立伦当主席蓝白河 将成为绝晓 不过这是从民众党口中说出 各政党都是相互竞争的 在选举这个部分要合作几乎是没有空间 但是呢 在野的话就在野的议题串联就要看状况了 讲得坦白 选举不可能让民众党来分票 但因为之前蓝白同台 让党内不少人不放心 甚至传出有终生代立委 要江启臣华丽转身 帮自己留点政治能量 似乎见解要其他人别放话 因为珠江之间虽然还不到兜兜见骨 但也已经杀到劈开肉战 颜宽恒之前慈复密就被解读是跳船 不过现在17号 他要陪江启臣去登记 也驳斥跳船谣言 珠江两人各自努力台下厮杀 隔空交战 TVP新闻 吕正辰松 总统采为台北报导 再看这则报导到底是提醒 还是一种时事分析呢 这是纽约时报报导说 美军突然撤兵阿富汗 导致局势快速恶化 也损及了美国的可信度 那么报导是否暗示 我国深化台美关系的同时 是否也该保有警戒心 塔利班攻陷阿富汗战情越发激烈 美军增援底首都科布尔要确保撤离 大使馆雇员以及曾替美军效力的阿富汗平民 行情如此大胆 也是因为拜登之前宣布 8月31号为美军撤离阿富汗的最后期限 美军武器如今落入塔利班手中翻成功成利器 美国20年在阿富汗 现在仓促的不负责任的撤军 对这个现在的阿富汗的乱象 是要负主要责任的 大陆大使话说得酸 不过纽约随新报道也点明 美方突然撤军 会让全球盟友和潜在盟友怀疑 是否必须在民主和专制之间做选择 并意识到一些民主国家不再掌握权力 也让外界开始相信美国不会无限支持盟友 分析员更指出对于台湾等国感受可能更加深刻 专家点明早就有绩效 面临两岸剑拔弩张 认为台湾应该多思考 美中的对局中间就有可能让台湾 在没有充分思考或缺乏智慧的情况之下 变成了美国的代理人 但学者也不认为美方盟友会轻易动摇 只是如何为区域局势降温 考验者执政政府智慧 TVBS新闻红富华刘婷提音特报道 来看假设题还有包括假想敌 这是美国华府智库学者伊斯安他示警 说如果大陆真的打过来 真的的登陆地点最有可能的就是在台中港 但是我国军事专家认为 如果真打来了 会在苗栗遭到我国国军歼灭 汉光37号演习即将在9月13到9月17登场 今年除了战机国道起降 联合反登陆以及机场 要港防卫也是每年重点科目 回顾2016汉光32号 国军特别在台中港执行反夺港演练 美国华府智库研究员伊斯安 7月22号发布最新研究报告 指出台中港就是共军进行登陆作战的最佳地点 台湾滩岸地形破碎 适合大规模两栖登陆的地点并不多 因此共军攻台的话 必定要先占领大型港口执行行政下卸 以及武装投送 而摊开全台湾的港口图一看 花东地区由于地形上的阻隔 因此并不适合后续的兵力投送 因此可以先行排除 而南部的左营港以及高雄港 因为离台北的北部行政中枢太远 也不利于速战速决 当然最佳的位置就是台北港 但是如果共军要退而求其次的话 台中港的腹地够大 并且同时可以向南北增援 也不失为共军攻台的第二选项 伊斯安进一步指出 台中港防御不如南北军港严密 附近还有地形开阔的甲南海滩 制和战车与重型装备卸载 迅速部署展开攻势 但共军攻台最为忌惮的 无非是战线延长陷入胶着 导致美军有插手介入的机会 因此直接瘫痪台湾的行政中枢 迅速让台湾沦陷成为既定事实 一向是共军主要的战略想定 主攻台中港 却与这个作战目标背道而驰 台湾的特殊的地形 东西向的河流和桥梁都是碍口 要攻台 损小效高 我请问你到中部南部去干什么 当然是北部 夺取台中在挥军北上大大增加了战略风险 似乎不符合共军用兵逻辑 但并不代表中南部会安然无恙 一旦开战 必定是多点开花 国军也并非毫无准备 日前台中清泉钢基地IDF战机 被拍到挂载天剑2型增程型飞弹进行测试 射程至少多出20公里 而国防部也对美军构兼射型刺针飞弹 有效吓阻海空来犯敌军 港方要从港外开始防 让你入不了港 让你入不了港 靠不了岸 靠得了岸 没有办法下泄 我一定要众生部署 刺针飞弹 就是目标一拉起来的时候 最容易打断 面对共军陆海空全面威胁 国军整体战略部署 也必须做好万全的准备 TVBS新闻何佳阳顾上军 台北报导 搁浅货轮的吊挂行动 最后有个happy ending 网友笑称 说吊在台湾海峡十天的花生酥重建天日 当地的海域也变成海盐花生糖 货轮船舱内的货柜 终于一个个被吊起 泡在水里十天了 整个湿淋淋不停滴水 三保二号货轮 18月5号搁浅在嘉义布袋 在香港的北堤案 经过连日来的抢救 终于开始掉离船厂内的货柜 不少网友得知消息 都笑称 澎湖寄出的花生酥与黑糖糕 终于重建天日了 因为之前业者未出货 说是花生酥掉进台湾海峡 顾客难以置信 一度以为诈骗 后来看到新闻才知道订购的花生酥 真的就在搁浅的货轮上 其实后来就马上在表型的新的货 我们都已经寄出给客人了 最晚的摩天都出出去了 像我现在也会开玩笑说 你要金花生酥 银花生酥 还是要海盐味的花生糖 陈先生说 顾客订购的SO酱花生酥 以及海味零食 都补定了新货寄出去了 损失的货品 供应商不会收钱 会有快递业者向船公司求偿 除了货品之外 这一次还有澎湖邮局托运的 800多件挂号信 以及上千件包裹 都会依规定赔偿寄件人 再向船公司求偿 出估金额73万左右 货轮载有29个货柜 除了一开始抢救的6个货柜之外 其余23个已陆续脱掉 不过货轮后舱进满海沙 恐怕得等抽杀之后 才能进行后续作业 TVBS新闻季健亨 嘉义报道 我们来看嘉义阿里山森林铁路 出任务 原来在这个支线里头 最近做了两件事 运在四公顿的干净用水 还有在旅客脱困 阿里山森林小火车 这次不载人而是载水 好几个大桶子的水有四顿 要送到对高越车站去 因为山区豪雨时的柱山 饮水管线破裂 车站的厕所无水可用 只能紧急关闭 阿里山森林小火车不仅化身为水车 还成为紧急救难车 阿里山二万坪风景区连外道路 因为大雨边坡土石崩塌 7号凌晨交通中断 造成阿里山青年活动中心的 其实早期的阿里山森帖 除了运载木材之外 也会协助运送沿线居民的农产 及民生用品 甚至是信件 在民国八十年干旱时期 火车也会到阿里山青年活动中心一带 装载三泉水 再运到造坪车站 供民生使用 这一次顺利救灾 还协助载水 让人倍感亲切 今天初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新竹市停办台湾灯会 但是新竹市府提醒大家说 今天晚上有机会在家看秀 这是一个直播秀 因为拥有200年历史的新竹古迹 东门圆环 在今晚会变身为环形光调剧场 超市人的光影特效 在搭上配乐 真的是紧紧抓住大家眼球 新竹地标东门城圆环 整个180度环形剧场 不只让场面变壮观 更是震撼人心 打亮一整片黑夜 仿佛是希望的重生 为了这一刻 大家等太久了 今年台湾灯会 原定2月26号 在新竹市登场 却因为疫情一再延期 将近半年时间 市府专心为光临艺术节 总算要在8月15号 透过线上直播 带来精彩表演 艺术家的创作 花了一年多的时间 那我们认为应该要让这些国内外优秀的艺术家的创作 能够在国人面前来呈现 虽然是稍微晚了一点 但所有团队的努力没有白费 市府连日进行彩排 远环周遭也挤满民众 强先一睹为快 结合声光效果搭配缤纷的动画 出现出设计团队巧思 以200年古迹东门城 延伸出来的多视角景观 从每个角度看都有不同惊喜 可以说是疫情爆发之后 全台最大的户外直播式表演 守在荧幕前 透过镜头最佳视角 感受一场艺术饗宴 TVB的新闻 陈世民张日科新出报道 好多网红跟游客很喜爱的 南投吉吉四千瓶粉红芒草 现在遭到农委会认定 是一种害草会危害生态 但是业者有他的理由不肯铲除 粉红色的爱情草 因为梦幻的颜色 吸引游客拍照打卡当完美 业者还提供旅踢 让摄影师从高处拍下俯瞰的角度 这是南投吉吉进来新兴的打卡景点 种的是粉袋乱子草 农委会六月紧急列入 杂草类有害生物清单 并且要求各地查处移除 避免扩散造成危害 它的族群扩张就会很快 所以它可能就会变成一个 很麻烦的植物 就有点像小花曼泽兰 就怕像绿癌小花曼泽兰一样 危及本土物种 农委会要求移除 游客听闻觉得诧异直呼可惜 因为之前啊 一定要坐飞机去北海道 去韩国才能看到这个 肥带乱子草 我也很可惜 业者说 韩国首尔的天空公园 寒江公园都用粉袋乱子草 美化成为著名景点 它去年引进中了四千坪 打响了粉红色浪漫景点 桃园市观音区也有农场跟进 它认为爱情草的繁殖 成长速度不如野草 不会造成危害 替它喊冤想要翻案 如果它有那个环境危害 日本韩国大陆早就禁掉了 为什么日本韩国还大力在推 依照动植物防疫检疫法 擅自输入有害植物可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病科十五万元以下罚金 不过业者去年引进 当时尚未公告为害草并未违法 先府认为无法强制铲除开阀 希望防检局研疫更周延的管理办法 粉袋乱子草原产于美国和墨西哥等地 外形跟芒草相似 生命力很强 粉红的颜色被昵称为爱情草 就怕这爱情草有害 担心成为另一种绿癌被列入了害草 TBS新闻陈家贵 江俊元吴淑平 南投报导 回回来带您关心最新的疫情 这是新北市政府 刚刚在疫情记者会上公布 有一名确诊者的足迹 这是案15954 在8月2号到11号总共这五天 曾经到过台北市文山区的新的市场 以及桃园巴德的大南市场 所以提醒观众朋友注意咯 有这个相关的确诊足迹的 接近的这样一个活动时的话 请您要特别留意自己的健康状况 接下来1500谈政治 我们来看 曾宁台北市议员说他知道一个真相 说为什么苏奎坚持要发五倍券的真相 他说印刷用尺即将从欧洲运抵来台 请记者刘才威带大家了解 我们的振兴方式几乎现在是已经确定 就是领振兴5000元的券 而这在民进党政府当中也已经有了共识 不过大家还是非常好奇 既然可以让大家不用拿1000块去换 为什么不干脆直接发现金给大家呢 因为你只要有印刷 有这个纸张的成本预算都一定会增加 像是之前的三倍券 还有这次的五倍券粗估这个成本就要花200亿元 那么到底是为什么呢 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张思刚就在脸书上面说出了原因 他就提到了行政院坚持用五倍券 就是因为印刷用纸已经从欧洲运往台湾的路上了 也就是说这个纸张老早就已经订好了 而之前行政院说的沟通 其实只是做做样子而已 双思刚认为呢这个就是为什么行政院苏贞昌 他们强调五倍券已经做好 而且拒绝更改的原因 的确有些政策需要民意的支持 那么当然碰到不对的时候就要转转弯了 现在呢已经朝的不需要拿1000元换购五倍券 这个方式来进行 台湾民意基金会董事长游云龙他说 这样的一个政策改变就意味着苏奎的意志力受挫 如何解读交给采薇 现在几乎是已经确定我们的振兴券 不用拿1000元去换5000元了 而是可以直接领取5000元的振兴券 为什么行政院在政策上面会有这样的转弯 会有这样的改变呢 我们就来听一下专家台湾民意基金会 游云龙董事长他的分析 他就拿政治史的理论规范面还有现实面来跟大家做分析 他说啊一个好的领导者 那就是要兼顾规范面还有现实面 规范面就是政策要以民意为依规 那么现实面呢就是民意的公立考量 那么自知另外一种政府呢 那就是不顾规范面 只顾现实面 也就是只顾预期民意 不过如此一来 人民也会开心 社会也会合了 那么这一次在五倍券上面 蔡政府到底是考量哪一种呢 是政策以民意为依规而改变的 还是民意反扑的公立考量呢 游云龙他进一步分析 他就认为是现实公立考量 远远超过了民意至上的原则 他也说啊 蔡政府除非是在选举的时候 否则民意都不是他们决策的重要因素 不过他也提到了 这次五倍券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现在蔡政府 已经经不起大规模的支持者流失 好所以不管最后结果如何 等定案之后 行政院就会宣布 那么也来看看五倍券的商机 地方政府已经谋权擦掌 推出了加码措施 蔡薇带大家来看 相信大家都非常期待 可以赶快拿到振兴券五千元 可以赶快刺激消费 而现在各地方政府 也已经开始筹备一些加码活动 我们就来看看有哪一些活动 在双北啊 还有桃园高雄这几个地方 都已经开始在筹办了 不过比较详细的规划呢 都还没有出来 另外在新竹县市 嘉义县还有台南屏东 这几个地方 他们会以商圈 还有百货公司为主 会加码抽奖活动 另外我们还要来看到的 就是彰化云林 还有嘉义市 这几个县市地方 政府他们还是希望 中央可以普发一万元的现金 而说到发现金呢 其实金门老早就已经普发五千元了 澎湖则是一千元 而现在中央几乎是已经定调 就是要发振兴券五千元 那么讲到这边 大家应该会很好奇吧 跟以前马政府 他们所发放的消费券 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行政院他们还是坚称 有非常多的不一样 他们还举出了三大不同点 第一个呢 他们认为蔡政府是先纾困 财政心还有部会 有严拟一些加码活动 另外就是领取的方式 非常的多元 这就是跟马政府 时代消费券最大的不同地方 不过这样的说法 当然国民党 还有一些在野党 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所以啊 很多的蓝银 还是有一些嘲讽 但是绿营人士就说 完全不用管蓝银 这些揶揄还有嘲讽 甚至啊 还有很多绿营人士说 真的要感谢苏贞昌 体恤民众的需要 最近消息要电影来关心 大陆福建掀起巨浪 卷走17名游客 这起意外导致11人死亡 交给记者林领珍 好的主播 画面上可以看到 一架直升机 不断来回搜寻 执行海上救援任务 在海滩周遭也拉起警戒线 这里是大陆福建 张浦县潜亭镇一处海边 因为有17名游客 在海滩游玩时 被大浪卷走 警交货报 第一时间就赶来救援 但很不幸的 最新消息通报 搜救任务已经结束 17名游客当中 有11人死亡 6人受伤 意外发生当下 上前帮忙救人的居民说 因为实在太多人落海 根本来不及救 目击者表示 这17人都不是当地居民 一开始看他们在岸边拍照 但却不断往海的方向走 可能是没有注意到涨潮 一个大浪打过来 就把17个人都卷到海里 目前还有部分伤患在医院治疗 意外具体原因还要再进一步调查 以上是最新讯息 在大陆还有因为洪水发生了这样一个灾情 说是在湖北这边 因为暴雨导致有100万人成为受灾户 当时长江宇在短短一个小时内 从民宅的一楼淹到二楼 透过空拍画面来看 湖北多处市区街道马路还泡在水里 人车都无法通行 交通瘫痪 当地官方公布最新洪灾数据 这次湖北有记录以来最大的暴雨 摧毁了2700多间房屋和商店 损毁63座桥梁 超过100万人受灾 灾民回想起逃命经过 还心有余悸 熊姓男子说当时大水瞬间灌进家里 一家四口要逃命时发现 门被洪水堵死 眼看全家旧样灭顶 他的媳妇赶紧拿锤子敲破上方窗户玻璃 才顺利逃生 暴雨当下水淹的速度到底有多快 一户人家的监视镜头清楚记录 原本还好好的客厅 老人家只不过回房间五分钟 再走出来一看板凳已经被淹了一半 在湖北柳林镇还有位在低洼处的民宅 一小时内水淹到二楼 官方记录 当时柳林镇两个小时降雨量超过100毫米 是有七项记录以来历史新高 目前湖北省已经投入约合台币一亿两千万 支援救灾工作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因为疫情 亲人重逢 这是在大陆 因为核酸检测系统 他是采取实名制 帮民众找回躲避相亲 离家多年的儿子 帮儿子介绍女朋友 结果吵了起来 河南玉先生的儿子为了躲相亲 选择离家出走 一走就是四年 而且完全不和家里联络 新籍的父母四处奔走都找不到人 直到新一轮疫情爆发 寻人用了方向 核酸检测系统显示 孩子是在郑州做检测 郁先生联系官方 提供关系证明后获得协助 最后成功找回儿子 同样靠核酸检测 找到失联家人的 还发生在郑州 王先生的表弟星星 在郑州暴雨当天失联 家人徒步搭街小巷 找了二十几天都没消息 因为星星表达能力有限 无法正常社交 家人一度认为他已经遇难 但就在郑州进行全民核酸检测时 有了线索 用他身份证号查到了 8月1号一次 8月3号一次 8月7号一次 看到这个信息之后 我心里面非常激动 包括他家人 我感觉我表弟现在还活着 王先生靠核酸检测系统 显示的资料 找到表弟做核酸的地点 一问才知道 表弟检测完 找不到回家的路 幸好被一名好心的保全收留 现在才能平安回家 TVBS新闻综合报导 我们再看其他国家的疫情 这是在日本东京 疫情二化 所以超过两万人 只能在家休养 交给佳琪 东京奥运已经落幕了 不过东京的疫情似乎没有随着奥运也一起来结束 反而是越来越恶化 现在更有两万名的确诊民众 现在是在家里治疗 我们就带你看到这样的数字 光是在8月14号这一天 就新增了2.01万人确诊 而且是连两天破2万人确诊 这样的数字其实是相当惊人的 比较起来东京7日比较比上周 多了8.7个百分点 注意见得现在东京疫情有多严重 而其实NTV也报道了 东京医院现在面临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那就是病床已经很紧绷了 周遭其他的县病床也出现了不足的状况 甚至东海大学的副医医师 他自己也透露了 他说从8月4号开始 新增了10到20床的重症病床 但是现在也几乎是慢床的状态 所以可以说现在的疫情 在他们来讲真的是情况相当的危急 而现在2.17万人确诊 却还只能在家治疗隔离 这些比较轻症状的很可能就会先待在家 不过有些人突然病情恶化 只能用这些家用的治养机 先撑着给他一点氧气的诉讼 所以常常出现了这样措施治疗期的案件 跟遗憾的事情频传 最见得现在在东京 疫情真的是相当失控 违反居家令被抓到 如果要重罚10万台币 有没有人会怕呢 在澳洲雪梨已经封城8州 来看当地政府的做法 交个加息 而新冠肺炎疫情不止在北半球 延烧在南半球 更是烧得也蛮激烈的 尤其在澳洲这个地方已经祭出了封权令 在8月14号这一天 雪梨已经迈入了第8州的封城 而雪梨位于的新南威尔斯州 现在当然更是严加戒备了 24小时内已经增加了 466例的确诊案例 而单日新增数也屡创新高 对于在南半球的澳洲而言 现在真的是相当头痛的问题 而我们等你来看到的是 澳洲政府现在祭出了严格的居家令 如果你违反了居家令的话 或是你隐瞒接触史 如期解封的可能性 可能就会跟着降低 而且现在政府还祭出了铁腕手段 如果你违反居家令 或者是你隐瞒你的过去的接触史 将祭出最高5000澳币的罚还 而这5000澳币换算下来 大概是十多万的台币 祭出这么样子的铁腕政策 无非就是希望能够赶快的来控制疫情 南韩出现了接种疫苗的严重疏失 有人被打了一整瓶的辉瑞疫苗 是一般的五倍之多 这就要给佳琪 而现在各国想要来对抗新冠肺炎疫情 群体免疫当然就很重要了 而群体免疫的关键就是来施打疫苗 而在临近的韩国当然也是这样 不过现在在接种疫苗期间 就出现了很多的出包事件 我们带你看到的这样子的案例 在韩国中兴北道的青州市 有一个医疗机构 他帮民众来注射疫苗 原本是美疫 但是禁人施打的是过量的疫苗 怎么说怎么定义这过量呢 原来他们是帮实名接种者分别 每个人都接受一整瓶的 辉瑞疫苗的注射 等于是超量五到六倍 因为通常一罐的辉瑞疫苗 我们是提供给五到六个人来接种 可是他一个人就把一瓶打完了 当局当然就很紧张了 到底是人为疏失呢 还是刻意要来做实验 现在都要查个清楚 但是当局很在意的原因 还有一个就是因为 6月10号到11号之间 其实之前在全罗北道的福安郡 也有一家医疗机构 之前是帮五名的接种者 分别的都注射了 五倍剂量的嬌生疫苗 所以这样的疏失 其实不是第一次出现了 当局当然很重视 现在韩国的卫生当局 正在追踪接种者的后续状况 有没有人出现呕吐发烧 身体不适的状况 或是有更多的副作用 现在都要密切观察 关心振兴五倍券 要告诉您 数位板跟纸本券都有 但是有个大原则 你不可以反悔 要改回纸本券 泡咖啡 煎松饼 咖啡店老板 期盼着解封后的商机 挺过了三级警戒的寒冬 警戒而来的振兴方案 是当前的燃眉之急 你好你的咖啡 谢谢老板 请问我可以用电子支付吗 对我请我们只收现金 好谢谢老板 现在政府的振兴五倍券 打算在推出纸本之前 先行推出数位版本 但如各位观众所见 台湾的电子支付并不普及 大部分的店家仍然是收现金 因此这样的振兴方案 也饱受抨击 根据了解 经济部已经初步 汇同银行 以及电子支付业者 讨论数位券的加成优惠 和技术细节 只是店家苦撑了两个月 得到这样的消息 却笑不出来 又没有电子支付的系统 所以就都收现 那这样的话 当然我们是比较希望的是现金 电子支付像有一些 可能比较不常用 或者是比较长辈或什么的 对他们可能会 用起来不太方便 电子支付使用率是个问题 如果与实体券一样 都有面额限制 且不能找零 对于小本店家而言 更是完全没帮助 不要再浪费时间耗这些东西 你要么给疫苗 要么给现金 你在那边电子支付 再加上那些券根本浪费钱 好不好 你不如把钱拿来买一元 手摇杯商家说到旧有气 从去年三倍券开始 振兴效果几乎与他们无关 如今不仅继续推五倍券 甚至还要加码数位版本 老板完全不理解 出电子的跟去年不是差不多 根本没有用啊 完全没用 认真 也不会有人拿券来买 买饮料那种八九十块 一百块那些东西 多马真拿去买什么iPhone 反正买包 反正买生活日用品 根本不会有人来电家消费 去年发行的三倍券 百分之九十二的民众 都选择领取值本 仅有百分之八 选用数位绑定 今年情况更紧急 政府不仅仍不考虑发现金 还计划扩大发行数位版五倍券 商圈真的心好累 其实去年在三倍券使用的时候 我们光是社区的老人家 光是政府 市政府推出的悠悠卡 加值就造成礼拜的大乱了 因为很多老人家 不太会用这个数位电子的 那也造成去年很多用悠悠卡之后 很多剩下的钱都没有用完 那对于整个商圈来讲 整个商圈的使用电子消费 的普及率不高 对 包含一些传统市场 自助餐 饮料店 直接发现的话 拯救商圈也是会比较快的 即便各界大声疾呼 在政府上下 却似乎吃了衬托 全力护航 支持行政院 能够发振兴券 但是是希望直接领券 国民党从昨天开始 就不断的把我们民进党立委的 发言建议呢 变成是反对民进党行政院的政策 不支持政兴券 让我们感到非常遗憾 去年三倍券也是说 要先用电子的票券 后来因为民众的反弹 以及城乡的落差 以及消费习惯 所以到时候又紧急加码 彩印了三倍券 为什么民进党总是听不到 人民的声音 执意要再做一遍呢 日前的纾困政策已造成极大民怨 接下来的振兴方案 只怕会离民意更加遥远 TVBS新闻理委华顾上军 台北报导 有20%的美国人会因为讨论疫情 发生争吵 来关心 新冠肺炎不仅影响健康 更考验民众人际关系 民调公司显示 因为新冠肺炎产生意见分歧的人还不少 甚至有人发生争吵 导致关系失和 确实有碰到不少个案来就诊 在诉说家里面的冲突 包括是否多久要换一试口罩 是否要打疫苗 是否要打什么疫苗 然后生病了要不要去看病 COVID-19会引起了家庭纠纷 造成了我们家庭的成员的情感的破裂 那大概多少呢 大概将近的占了20% 民调机构公布的一项调查指出 20%的美国人曾因为新冠肺炎话题跟亲友发生口角 进而造成情谊破裂 另外高达29%的人因为疫情 有亲友或认识的人就此上命 该调查也显示民主党支持者最容易因为新冠肺炎的疫情 发生了歧见与亲友翻脸 有24%的民主党人认同 比共和党支持者的15% 还有独立选民的18%来得多 去年在英国在发生很严重的COVID-19的时候 他们也做过调查 他们大概2000多位的调查里面 他们发现到有负向的情绪 比如说会生气 比如说不想跟他说话了 这样的情况占了54% 确诊案例增加部分公卫官员认为接种疫苗是关键 有部分民众担心副作用以及猝死案例增加 就此担心接种疫苗 引来部分人士担心这可能是Delta变种病毒更强的关键 社会的歧见跟敌我意识 显然在疫情好转之前难以消失 我算是医疗人员 所以其实我都蛮建议家人去做事打 但是因为可能觉得说 就是觉得疫情是要趋怀了 又不想要去打 但是他们其实很担心是打疫苗完之后会有一些风险 在医院工作的许小姐就有亲友 担心接种疫苗会有强大副作用 加到看到有吐死案例 不敢轻易接种 但有医疗背景的许小姐不断跟亲友讨论 但尚未有共识产生 这样的意见分歧 不少家庭都存在 长辈们都其实都蛮担心的 也蛮害怕的 但身为医疗人员来讲说 其实也是破语还蛮无奈的 因为其实也希望他们去打 跟我的长辈们都在不同 甚至还是对于这件事情还是存有疑虑的 心理医生认为 认对议题讨论是好事 不管是接种还是防疫 都有不同声音 建议亲友避免情绪化勒索 或者偏激言语 导致双方失格 最重要是多方倾庭 希望有药物能够协助让他们好入睡 然后心情情绪可以比较稳定一点 减少冲动失控 另外在心理的层面 我们会建议他们能够做好情绪管理 适当的负面情绪的时候可以去洗疤脸 然后去运动一下去听音乐 新冠肺炎延烧许久 就连人际关系也能影响 多点关心 多讨论 取得共识 才能减少分歧产生 TVA新闻叶俊宏来明台北长报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 News频道 要开启小铃铛哦 还有还有下载TVBS新闻手机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